哈喽大家好,我是殷少 消失了大概两个礼拜没有见了 正如大家所见 殷少现在好惨一女 不是说故意脱更啊 也不是说没有什么创作灵感 我之前很想参加 就是那个时尚去的那个COS的比赛 也想好了主题 然后素材也都找到了 就查录视频了 但是呢,一场不幸的感冒 降临到我的身上 这场感冒呢 持续了已经两个多礼拜 就断断续续,断续续一直好不了 当我一休息想录视频的时候 这个感冒就发作 导致我整个人 这一个月都不太好 然后再加上感冒 大姨妈,然后胃又不舒服 然后我觉得作为女生 应该都知道就是在大姨妈期间 感冒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你咳着咳着就要吐 上面吐完了呢 下面要泻 然后我前段时间就是每天 沉在上吐下泻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然后去医院呢 我本来想着打个点滴吧 应该会好一点 然后医生也没介意让我打点滴 给我开了一堆药 然后那堆药吃了呢 烧是退了 就我发的烧不是很高 是37度8 但是整个人已经迷糊了 今天3月22号是礼拜五 我感冒发烧发的那天是 3月19号就是礼拜号 礼拜那天呢 我还是正常起床没事人一样的 是一个早班嘛 所以我要4点钟起来 然后6点半到店嘛 我起完床换完妆 因为我想着那天 礼拜二下午上一早班 我要去染头发 因为跟朋友约好了 周三去一个展览拍照 然后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 然后当我上了地铁那一刹那 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胃的感 从家里到店里的地铁那段路上整人特别不舒服 然后到了店里呢 这种感觉就越发的强烈 还想着说吃个早点 然后呢也没吃上 因为整个胃就一直在 那种反胃的阶段 礼拜二嘛 我们店在一个鞋子楼里 大家也都知道 鞋子楼里呢 就是固定有那么几个时间段 会人非常多 然后作为早班呢 就是肯定要承受那两个时间段的 我还是很坚强的做伴 因为有100多杯的咖啡做完了 高峰已过 我马上跑到了休息区 我是头一次 应该是第一次 就长这么大第一次 因为生病 发烧 就整个人就特别的萎靡不沾 就一直在那哭 这么想想 就很奇怪 头一次因为生病哭 你知道吗 就也不知道是难受的哭 还是自己委屈的哭 就一直在那个 坐在后面休息区的椅子上 就一直在那哭哭哭哭哭 然后我那个伙伴都吓了 进来一下吓一跳 说你怎么回事啊 你喝点水 你吃点东西 我说我不吃 我不吃 我不喝 我不喝 我难受 然后呢 然后赶紧给我们的晚班主管 也就是我师父 然后呢 还有我晚班的两个小伙伴 都关节还是不错的那种 我说你们三个能尽量早点来吗 我真的扛不住了 我可能需要早退 然后呢 我另外一个 就是在阿拉扇 然后跟我睡一个屋的那个小伙伴呢 他跟我说 他可以提前大概一个 他是两点的班 然后他十二点半就到了 我非常谢谢他救我一室的火之中 然后他一到 我马上就趁意识轻型打车去了医院 不好意思 刚才去吐了 我也忘了我刚才说到哪了 这么一吐吧 刚才说的全忘了 总之呢 我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烧虽然退了 但是这个扁桃体啊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就这两边还是肿的 然后呢 就扫子这会儿也是属于一个发炎的状态 录这个视频的目的呢 非常单纯 一个呢 就是告诉你们我最近的近况 等我好了 还是会好好录视频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今天必须去取我的健康症 因为我的健康症已经过期了 再不拿回去的话 就是如果那边 卫生局的人什么的 去永店检查的话 我的健康症是过期的 会给店里造成很大的麻烦 然后所以呢 我今天不得不出门一顿 虽然我生病很惨 对 我现在在卖餐 我还是要给大家 介绍一款我最近在用的东西 不好意思啊 就是以现在这种形象 给大家介绍的产品 但是 这个产品我收到差不多一礼拜了 我确实每天都有在用 其实你在生病期间 请大家要注意口腔卫生好吗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产品呢 为什么那么像电视导购 然后今天 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我最近在用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电动牙刷 一个非常符合我现在心态的 粉红色的电动牙刷 是叫罗曼的这么一个品牌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外包装盒 就非常的少女心吧 在我看来 一个粉色的包装 然后上面写着 每天给自己多一点宠爱 我现在也很想每天给自己多一点宠爱 就希望这个感冒感情好 OK继续用我这个360度仿佛南中阴一样的声音 为大家继续讲解一下这款牙刷 首先我们打开外包装之后呢 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信封 信封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图文介绍的说明书 在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款电动牙刷的使用方法 以及它的刷头的一些介绍 首先我们从它的机身说起 它的机身呢 是采用专利精细结构的磁悬浮点机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懂了 但是它垫在手里的手感非常好 握感呢也比较轻松舒适 然后呢 针对呢 每个阶段的口腔情况呢 配置了三个不同功能的牙刷头 因为我有习惯了用电动牙刷 所以呢 我上来呢 直接用的是迷你的眩眉刷头 它是一个非常小巧的刷头 能够清除糖分附着在牙齿表面的软垢 也可以更加深入的口腔死角 清除每个牙齿 然后它还有一个适合初学者使用的刷头 是一个mini的护敏刷头 它的刷头非常的轻柔细腻 然后能够缓和对牙龈的冲击 不用担心一上来就还把牙龈刷的出血 那么那么惨啊 第三个过渡期 它还有一个钻石护敏牙头 这个刷头呢 可能相比护敏刷头来讲呢 会更单的有韧性 能够达到一个高效深度清洁的效果 就是如果你比较喜欢暴力一点呢 你可以上来就选择这种护印刷头 同时让它还配合一个硅胶减面刷 真正达到了一个二合一的功能 一机两用 可以将电动牙刷和减面以合二为一 外出旅游呢 也不用担心带很多的仪器出门 它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外出盒 里面可以放一个机身和两个刷头 如果你是外出旅行的话呢 我建议呢就是放一个牙刷跟一个减面刷头就OK啦 刚刚呢就是一个关于这个牙刷的一个简短的二次开箱的介绍 包括介绍了一下它的刷头之类的 我在录像哎 慢点 能够个面子吗 不要闹了 不要闹了 我都这样了 你听点话好不好 然后我们简单的来对比一下凉捆 我现在目前在使用的电动牙刷吧 也算就是公平工整公开 然后首先从刷头来讲呢 罗曼的刷头呢更加小巧 适合儿童或者是女性 就是它的刷头的小呢是可以让你更加方便的清洁口腔内部的各种死角 而且它这种自带这种旅行盒的设计是我非常喜欢的 虽然我本人是一个死宅哪里都不去 旅行盒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摆设 最另外一点呢是它两款的都会附送一个截面刷嘛 但是截面刷的一款罗曼是采用硅胶的 然后Softy呢是采用那种短刷毛的 从方便清洁的角度来讲呢我可能会更加喜欢硅胶的这种一冲就掉的设计 但是如果论清洁力讲的话呢可能刷毛的这种会更加的细致到你的每个毛孔 所以说还是各有千秋的 两个牙刷呢我都是使用就是美白的档位嘛 从美白这个档位来说呢 一款勾勾的使用感受都差不多 可能就是我用罗曼要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因为它刷头小嘛它那个配的那个美白档位那个刷毛要小一点 就我这一周的使用感受来说呢 这款牙刷呢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购买的 不仅是从它的这种外包装设计 还有一些它里面的配件的这些齐全 我觉得都是很适合第一次使用电动牙刷的人来使用 然后包括它的这种旅行魂的设计啊 还有这种敏感人群使用的这种刷头来说呢 都非常适合一个初学者来用电动牙刷吧 如果你现在呢还在使用手动刷牙的模式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一下电动牙刷 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好了然后呢我现在呢就要去解决一下我自己的个人卫生问题 毕竟我是一个三天没有洗澡 还在这里打广告的人 小小好 好 好邋遢呀我真的是 待会我去健康症的时候呢 给大家看一看 健康症 它的照片会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给你拍健康症的那位护士姐姐 是在你什么样的状态下给你拍下来的 因为你连上两头都找不到在哪里 好那咱们就一会儿见吧 然后我刚刚从外面回来 然后去取健康症顺便再把别人看一遍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还是呼吸道感染 然后看了点头包回来 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健康症照片 就追赞人本人 就每次拍健康症都能拍出那种很凶的感觉 接下来的几天我应该还是在养病吧 也没法录视频了 现在这个状态录什么视频都是很奇怪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给你们报一下我这两天的境况 然后呢 请你们不要取关我 我还活着 虽然已经半死不活了 请你们期待我下次视频吧 请不吝点赞人订阅